已经是两个礼拜前 4月24号 我们主要是讲到有关三米斧 这个函数 三米斧里面会用到一个蛮重要的万用资源 你可以用它Critory里面有资源 就是那个信号跟问号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去找到产线人员 可能产线1产线2 它开头都产线的话 那你可以给它一个信号 还有什么宜兰、苗栗等等的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前后三米 不过前后三米的话 可能会需要用LARGE跟SMALL 这两个函数 那它可以判断说找到第三名 只要是大于等于第三名 那就123 小于等于倒数第三名 那就用SMALL OK啊 这是两个函数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因为在Excel VBA里面 如果我要用一样的方法 使用LARGE跟SMALL的话 发现在VBA里面 似乎没有更好的一个函数 可以取代LARGE跟SMALL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 干脆怎么样 直接拿LARGE 在Excel里面 然后SMALL 可是问题要怎么引用它 最关键的地方 如果你在VBA里面 你要引用什么 引用那个 Excel里面已经存在的函数的话 有250几个哦 你要拿到VBA来用的话 那记得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Walksheet Function 不过前面要加一个Application 电 Walksheet Function 电LARGE就出来了 不过它缺点就要打很长一串 而且要把那个Application 要先背起来 如果你没有背起来的话 那就没办法引用 OK 不过 Walksheet Function 不用全背啦 我大概就 打个WO吧 它Walksheet Function 这一串就自动带出来了 如果你Application 字没打错的话 OK 应该就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那个SAMIF练习 有一个所谓的保护跟取消保护 有没有 那个POPEX跟POTAT 还记得吧 一行哦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 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要怎么样 因为建议说你将来 资料给别人之前 一定要保护 但是如果说 这个资料保护起来 你要用VBA去修改它的话 那会有问题 因为POTAT 所以怎么样 你要UnPOTAT 但是你最后还要保护回来 再POTAT 就OK了 其实就记那一行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VBA里面怎么保护专案 这个地方蛮重要的 都是重点 所以上上礼拜的东西 基本上的话 你回去可以再反复练习 像这种东西 就是要有时间 但是我觉得 其实像我那个下午 也是在这边上课 是教育部委托 这个文大办的 然后对象是中小学教师 但是要教什么 教Python 不是教VBA 不过我总觉得 用Python 跟用VBA最大的差别是 其实VBA就有eSale 直接都看得到 而且可以有本来就有的 那个eSale函数 但是方全 那个Python 变成什么都没有 变成什么都是抽象的 就是你要一直打程式 OK 不过目前看起来 好像那个Python 真的太火红了 我一看 那个 那个光教室就做 满满七十几个人 七十几个人 有什么这么多人 OK 所以显现 没办法 目前是很红 但是能红多久 不知道 不过对我们来说 反正就工具 解决问题最重要 OK 当然以我的角度 我是觉得 反正最好是兜手 就是你要看 用哪一个 是解决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 你当然 你就用哪一个就好了 手边如果 本来就有eSale 对不对 我就觉得 直接开eSale就好 那Python的好处是 它是自有软体 比较没有费用上面的问题 OK 不过我觉得 都把它学起来 反正这些东西 未来一定都会用 派上用场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翻例 就是请各位 一样在开启 那个数学函数 我们第一个呢 会先在了解有关Count Count if相关函数 那里面的话呢 至少会有四个很重要的函数 可以解决我们一些问题 包含什么呢 像Count 各位可以 比如说把它切到Count里面 这个 在数学函数里面 如果我想要知道几个问题的答案的话 比如说第一个 我希望这个范围 我想要知道第一个 这个范围里面 是数字的有几个 当然以前你用人工来算 当然是很麻烦 OK 那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法 可以让我知道 这里面 这里面是数字的有几个 那也许进隔一个吧 第二个问题是说 这个范围里面呢 有几个是非空白的 OK 也就是说不管里面是不是数字 反正True Force 文字都算 那里面的话有几个是 其实有资料的有几个 那另外相反的 没资料的有几个 空的 这里面有几个空的 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这当然是可以这样算 不过其实 如果范围大一点的话 或者不止一个范围 那你不是要算到头脑上的 OK 所以有几个有资料 有几个没资料 另外最后的问题是 如果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 那里面大于30的有几个 OK 里面有几个大于30 那当然不是叫你用人工算 所以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答案就在超乱函数里面 找到统计类里面的 C开头 往下找 第一个答案在这里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OK 看着是指的是数字 OK 看着A的话是非空白 看着Blank是空白 看着If是条件 所以你就分别 第一个 把这个范围给他 有没有 第一个答案就出来了 53个 第二个的话呢 你可以让他复制一下 我拖揽一下 这边贴上之后 有没有 把它改成看着 看着A 有没有 A的话 那就是有资料的 所以其实 里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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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数字的 这个是有资料 所以如果要问说里面 如果有资料不是数字有几个 你又把这个剪下来 OK 互相剪一下 然后呢 再来就是那个 Count Blank 所以呢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一样统计嘛 然后我们一样在这边打一个 Count 找一下Count Blank 其实答案出来了 里面算有几个空的 空的话 这边就出来七个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大于 那个 30的 一样 就找一下 Count相关的 Count If OK 然后 Range的话 就这个范围 然后 Criteria的话 就大于 30 那其实这个 跟Count If 跟Sum If 蛮像的 差别只是说 一个是Count 算几个 一个是Sum Sum是加总 OK 所以 Sum的话 通常是针对数字 参加Sum OK 那如果你要算几个的话 那就用Count 所以 枢纽分析表 应该各位都有在用吧 做报表 一定会用到 所以呢 如果你要 假如说 那个Sum的分析表里面 假如 你要统计的是 数 就是 数字 如果栏位是数字的话 它自动会用Sum If 里面的功能 其实就是Sum If 那如果你给它的栏位 不是数字的话 它自动变成Count If 如果你们有在用的话 你想一下 里面其实它就是用 Sum If跟Count If 主要这两个在做事情 OK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 如果你 苏能分析表 就是太复杂了 有的时候你工作没有那么复杂 你干脆直接用这两个函数做事就好了 甚至搭配VBA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拿这两个函数来用就好了 OK 只是说怎么取舍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主要先介绍 这四个函数 这四个函数能做什么呢 我们待会再开启黑名单筛选 那这边黑名单筛选就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呢 我的黑名单在这边 总共的话大概两万多个黑名单 Countle向下大概两万多个 OK 另外的话要查询 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哪一些是黑名单 那不过其实我一千底下还有啦 不过因为 我觉得不用做那么多 大概一千个就好了 这个范例是 之前很多前一期的 前某一期的同学问的问题 他问说 他每天都需要把 黑名单 跟另外一个范围 做比对 就是如果两边有一样的 帮我把结果放过来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两个范围 比较完之后 如果有相同的 帮我把它找出来的话 该怎么做 我会问他说 那你以前怎么做 他说我以前就是 先用这一个 然后呢 Countle C 然后切过来之后呢 Countle F Countle F Countle F 在Countle V 然后寻找看看 有没有 有的话呢 他就把这个 复制到这边来 OK 做到下班就做不完 对哦 所以更快的方法一定有 其实很简单 这一题 真的你会康义符 两下就做完了 康义符真的就可以 很快就做完 只是知道怎么做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切一下 起来画面先切一下 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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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